大家好,欢迎回到Zoe的频道 今天我们很随性很简单的一点好不好 就是测对方对你的感觉 他喜欢你啊,你先想这个人 那你们先不要选哦,OK先不要选 我们先引导你,你先想一下这个人的状态 跟这个人的个性,跟这个人的对你的感觉 好,先闭上眼睛先想一下 然后想好之后呢,想好他的能量 跟他给你的感觉之后呢,再来选牌 我们再来睁开眼睛 然后再选这三副牌,哪一副最... 让你觉得好舒服哦,好想选他哦 或者是,让你觉得,诶,放开他很容易哦 就是这样,OK 那我们先来看哪一副牌,这一副是 1,2,3,OK 1,2,3 好,那还没选好的,就先按正名 你学号的话帮我直接拉到是尖轴 OK 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 然后今天应该是不会讲英文了啦 今天随便测而已好不好 就大概讲一下中文 那我在看我心情要不要上英文字幕 OK,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要选到牌图1的人 哦 这个人呢 好,等一下 我觉得他还蛮喜欢你的诶 他喜欢你的力量还蛮强的,蛮大的 因为你看我们这边有一张世界牌 那世界牌通常代表是说力量很强 或者是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能量在他的范围 也就是说他对你的感觉超大啊 超多的耶 然后你看他 你就很像他手中的这个钱币 然后紧抓的,紧抓的你不放 OK,所以他会对你有很多幻想跟想法 然后很赞有远强的一个人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个人 不对不对 他有没有喜欢你呢 他对你的想法 他有没有喜欢你 选到 牌主1的人 他有没有喜欢你 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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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可是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没有联络了 或者是 就是 诶,因为我看到这张牌 他感觉跑走了 然后他 他很随性耶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他可能真的跑走了 然后目前 应该也没有再跟你联络了 或者是你比较少见面 只是我会跟你肯定的是他心里有你 心里有你好不好 因为我们有张恶魔牌 他觉得跟你分开了没有错 跟你离开了没有错 可是他还是很想你耶 一张恶魔 这代表他内心的恶魔还是很爱 还是 驱使着他的内心的想法 他没有办法忘记你 OK 所以 这一组的人 你们现在关系真的应该也是没什么联络 因为我们这边是 钱币六他是倒反的 所以你们两个的状态不太平等 有可能没有联络 或者是 或者是对方已经 分手了还是怎么样的 不过我可以看到的是 他 还是对你有感觉啦 因为 权杖是丑 这是火象星座的人 要么就是他上身火象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你是火象 那你听这个资讯真的是听对 OK 所以他这个人 比较冲动一点 他跟你分开可能真的是冲动 冲动死人 因为这个恶魔牌 又让我觉得他是冲动的 然后judgment 这边的审判牌 又是倒立的 通常代表 他自己决定的事情 就决定了 比较居多 所以加上他又是钱币四 整个就超冲动的 然后又是世界牌 他真的很冲动跟你说要分开 所以你不要担心 他爱不爱你还是怎么样的 他超级OK 只是呢他 真的太冲动了 就跟你说要断练分开的 那你要不要说他有没有喜欢你 心里有没有喜欢你 哇有啊有啊 大概有80吧80% 对80%喜欢你 只是他 目前真的太冲动 然后暂时分开也是好的 所以我可以看到 保健一就是说 你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放心 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转变 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在你身上发生 所以说如果说抽到你抽到这一组的人是断练 那你不用担心 过几天他应该就会回来了 过几天他就会停止再去追 就会回来了 因为他对你的想法还是很棒 OK很棒 OK大概是这样 那谢谢你们第一组的咯 那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赶快订阅 那如果说你想让我知道的事情 帮我留言给我 OK 好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组 然后再看第二组之前 我先帮你们洗牌 洗牌会比较准确 这样正立的位置 才可以 才可以比较知道 好 ちょっと待って 那我们来看第二组 他还没有喜欢你了 他是水象星座的吗 还是他上升是水象 还是你是水象 感觉他 多愁善感 柔情似水 然后 很喜欢有一些 搞一些有的没的惊喜给你呢 好 要不然就是火象星座的人 OK 火象星座的人 一样嘛 跟刚刚很像 冲动 可是呢 他这个是比较笨一点点的冲动 你知道自己要冲啊 的那种 猩猩牌 OK 他有想 他有喜欢你 他有喜欢你 而且觉得你是他的猩猩 而且你们的感情 应该 还可以啦 只是 喔 他觉得 你们的感情要缺少了一点点什么 什么激情火花之类的 对啊 而且他 很封闭自己耶 他 他现在的状况应该没有很好 他现在跟你的状况应该没有很好 或者是他自己的状况没有很好 他现在的状况比较 在自己身上 比较不像以前那样 呃 会给你很多关心 可是你要说他有没有喜欢你 我觉得他爱自己比较多一点点啊 他爱自己现在大概有70% 然后喜欢你大概30%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这一组的人 发生什么事情 他有没有喜欢你 尋到牌组二的人 他有没有喜欢你 尋到牌组二的人 他有没有喜欢你呢 尋到牌组二的人 或者是你有发生什么事呢 好 对 尋到牌组二的人 他有喜欢你 哦 跳多牌啊 唉 好啦 好吧 只能一张一张结了 怎么跳多牌 他有没有喜欢你跟你发生 唉我觉得你们本来的关系 应该还不错 对不对 就是依靠感啊 然后你都听他的话 或者是他都听你的话 这样的 然后把自己 你们把对方困住蛮久的 对困住蛮久的 然后你们也没有想要去改变 你们一直在拉扯对方的一个情况 嗯 唉,而且他这个 他这个人哦 他这个很自主耶 很自我为市 而且 他比较 喜欢自己说什么 就说什么 所以你比较像是 你比较像是下面这个奴隶 然后一直在听他的话 一直在听他的 有的美的碎念 然后 他就是上面这个教宗 一直在指使者你做事情 OK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 然后他自己 他自己那个死换久了就累了你知道吗 他自己死换久了就跟这个国王牌就累了 然后就就就不想要再继续跟你有哥哥迪了 他自己累了 这个真的是蛮奇怪的 哦好 你们我 算是说这样真的不是很好啦 只是通常啦 这边圣杯三 然后又加星星牌 有一些人啊 我不是说给圣到二人全部都是 我说有一些人可能 可能你们的关系有第三者了 因为我这边有圣杯四 所以你们的关系有可能出现了别人 别的人 OK 不一定给全部的人啊 我说不一定 好 我只是大概 因为这大众占卜 我会跟你们讲我所有我看到值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状况有点复杂呢 而且总共都人物牌啊 他真的是那种很努力很很努力 然后很自主很专权霸道的那种人 他这边一堆都是他的视野啊 我这边看到的都是他的视野 都没有半点 都是他自己为自己着想 他自己想要做什么事 他自己他自己怎样怎样 就是都是以他自己为出发点 去 你看又抽到这一张 他就是像这一个人 我跟你讲 他自尊心很高强 不容许 别人践踏他 所以我觉得你 你如果断脸了 或分开 那你抽到这一张 代表说 他这个人 自尊心很高 所以他 他 他现在喜欢他自己比较居多啦 反正想你就没有那么多了 可是也是有想你 也有喜欢你 差不多20%30% 大概这样 对啊 My God 他真的很以自己为主 OK 圣杯石 是好的 搭上 愚人牌 所以我跟你讲 他 最喜欢你是在什么时候呢 最喜欢你是在你们刚开始交往 或者是 无拘无束 然后你都不会管他 他也不会管你的那个时候 他觉得最幸福 他有觉得很喜 他对 这张牌没有错 他是觉得喜欢你 没有错 可是这张牌的后面呢 是搭 愚人牌 然后又搭 审判牌的反 所以说 他真的很不喜欢别人管他 他很喜欢 无拘无束的那时候 当那个时候呢 是他觉得 最喜欢你的时候 可是现在的他 因为久了嘛 被管久了 他自己就腻了 他自己就烦了 所以他现在喜欢你的程度 可能降到 5040那边 然后 喜欢自己的程度 比较居多 他比较想要自己去 观察自己的情绪 然后去 做自己的事情 你知道吗 哇靠 因为这边太多国王了 OK 然后 这边的 这边这几张牌 都是在讲他 都是同一个人 然后你看又国王 然后又 又是这一个 所以他本来应该是这样 他本来就是 很喜欢你 喜欢 给你一些小东西 可是 喜欢到后来 他就开始觉得烦 他 觉得自己 呃 他喜欢一个人 然后开始变得很专权霸道 然后呢 开始觉得 他想要跟你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啊 想要跟你有一个很多东西 所以他必须要等下去努力啊 然后去决定很多事情 然后决定久了 他觉得有点烦 有点累了 每次都要我来决定 然后 然后 他就喜欢 变成说 突然想要变成一个人 那种感觉 所以 所以 测人真的很奇怪 好啦 反正标题是问 我们今天是要问说他有没有喜欢你 有没有喜欢你吗 那 就是说 有啦 只是呢 他现在喜欢自己比较多 喜欢自己比较多 然后他现在可能还去探索别的人 OK 因为我这边有一张信心圣杯 然后 对啊 对大概就是这样 好 反正 OK 那问题大概已经解决 解完了好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资讯要跟你们说 好那就是 这就是选到第2组的人 如果 还没有定位 请大家帮我订阅一下 然后呢 或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留言给我 让我知道 OK 然后那我接下来进入 选项3 选项3 的人 选到选项3 的人 好等我一下 我要洗牌一下 好 我们来看选到选项3的人 对方有没有喜欢你呢 第一张牌 钱币是从 有 而且对方的年纪应该还算小 就是10几岁 或者是25 20岁 没有啦 没有到25 大概 2223 20 1987 那边 就有小朋友 然后 他还是小朋友就想要给你一个未来 就想要给你一个未来 代表他应该还蛮喜欢你的 oh 可是 喜欢你归喜欢你 跟你有感觉归有感觉 可是 你们好像 没有什么心灵沟通 或者是 比较 比较偏那种 纯交往 然后没有到 很 很了解彼此 对 就是 好奇怪 我顺背二返的 我觉得他对你的爱应该是慢慢循序渐进的 他可能 刚开始跟你 没有那么喜欢 刚开始跟你的感觉 还好 就是 普普通通 这样 然后久了 他慢慢的慢慢的 就会 喜欢上你 然后 久了 他对你现在 我是觉得啦 他对你 刚开始的感觉应该还好 没有那么强烈 可是久了之后呢 他开始 想要对你有一个未来 想要 对方还蛮喜欢 就开始觉得说 哦 我跟你好爱 好爱你 然后已经变成 圣杯二正礼 所以本来应该是到你的 本来他应该没有那么喜欢你 可是久了 他开始跟你发现 然后跟你相处之后的感觉 突然觉得 好棒喔 想要跟你有一个未来 然后就 想要给你一个 星星 给你一个钱币 想要给你一个未来 这样的感觉 好我们来看一下 对方 有没有喜欢你 选招牌 这个是 你看 突然掉出一模一模一样的牌 都是钱币是从 真的 对方想要给你的未来 OK相信我 只是他还小 他觉得他现在办不太到 他需要时间 给他证明 证明你们两个是符合在一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他 选招选招三个人 对方有没有喜欢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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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 对方喜不喜欢你 哎呦 而且对方应该 对你很好呢 他不会像这个国王牌真理 不像上一副牌 就是自我为主 可是他 他真的很考虑到你的心情 而且他 他喜欢你喜欢到 很累耶 他做梦都梦到你的那种感觉 不错 而且他不是只想要冲动给你一个未来 他希望是一步一脚印的 给你一个未来 对呀 而且他不会放弃耶 他的 意志力还蛮强的 比较不像说 那种 随随便便就 就好啊 那我给你一个未来啊 大概就这样 他是真的有在想 真的有在思考 真的有在思考 可是目前的话 可能情况看不太出来啊 可能目前的 目前的状况是 没有什么改变 就可能你看不太出来 他到底在想什么 可是他自己有在努力 他自己有在努力 可是表面上真的是看不太到 他到底在冲 他到底在干嘛 对呀 那 跟你讲你等待好不好 等待 审判牌 就是等待的意思 你等待他哪有什么 作为 你看他 哎呦 你看 聖杯石 哇 终于正义了 他真的想要给你一个未来 你看有小孩 有家 有家 家 然后你 你们两个 聖杯石 超好 超好 他真的很想要给你一个未来 只是现在的 他办不太到 他需要一步一脚印 而且他也有力量 有能力 他很有 很有那个想法 OK 而且他已经放弃在 好 他放弃他 他想要玩玩的那个心态 他放弃那个 他想要 随便过日的心态 他遇见你之后 他真的整个就对未来有一个起发了 超想要跟你有一个发展的 我的天哪 对呀 他觉得你是他的皇后 因为我这边抽到国问跟皇后 虽然说你们都是道理的啦 虽然说你们都是道理 那这有一个好处就是 其实你们超集合 只是 你虽然有时候会霸道一点点 或者是对他比较 就是 你要听我的就要听我的 可是他都听得进去耶 我觉得你们两个还蛮合的 虽然说是道理啦 只是呢 你们两个都还蛮含蓄的 含蓄的 就是 不会到说真的很 很主权 你们还是会听彼此的意见 我觉得还不错 你们两个的状况 真的可能会有走到最后的一个 走到最后的一个 一个 契机有可能 那 看一下 还有什么资讯要跟你们说 零 的呢 九 九 喔 两个九 对呀 我觉得你们 虽然说目前对方没什么状态 可以跟你说 可是我觉得他 这边都是九 都差一步就可以到了 所以你再耐心等他一下吧 因为我这边又是 权杖 反的 你再耐心等他一下 好不好 耐心等他 他真的很爱你 真的很想要跟你有个未来 跟你有一个发展 只是 你要给他时间 他现在太小了 他现在跟这个权杖四重一样小 他现在小孩子了 怎么可能给你未来 所以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给他充 给他充的时间 OK 好啦 那大概就是这样 今天选到选到三的人 感谢你们聆听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赶快订阅喔 然后 想要给我任何知道的讯息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很感谢你们 那 祝你们昨天圣诞快乐 我不知道今天还算不算圣诞 好 那后 谢谢你们观看 那我们在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